先考各位兩個部分一下 您進到我們任務裡面這裡 前面有兩題 相片的解析度跟YouTube的品質 因為我們 錄影片 還是跟什麼 解析度有關係嘛 對不對 那第一題 你聽到的 這個 相片 我們不是說幾千萬相簇 幾百萬相簇嘛 請問那個是怎麼算出來的 你就按我了解了 有沒有 你到底是 以相片的長層寬 還是可以定義大小 檔案大小 傳送次數 你就選一個答案之後 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提交結果 你就可以送出了 只有一次機會 按下去 確定就 送出了 好 如果你回答完了呢 他會自動跳到下一題 你也可以不見得 要從第一題回答 你也可以從第二題回答 就在這裡按一下 這樣也可以 好那第二題呢 我們剛考的是單一張的 第二題考的是 平常各位在看YouTube的時候 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看我們在播放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都看過這個東西 有沒有看過這個 有對不對 畫質 你都知道數字越高 代表品質越好 但是我絕對不會扛這一題 我考的是 你看到這個數字 他代表是影片的寬度 還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你覺得老師會在這邊考另有引擎 好吧 這兩題你先回答一下 先看一下大家程度如何 來大家都回答差不多了 你就點這個進度 你就可以看到 我把 統計開放出來 好第一題 我跟各位講 兩個打勾 不代表答對 只是代表有交卷而已 請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上面這個題目可以按 按下去 就一翻兩瞪眼啊 來我們看到的 果然這一題大家蠻有概念的 所以呢 正確答案是哪一個 就是第一個 有沒有相片的長度很寬 所以這些同學 可以再 思考一下 OneNote有個好處 他有什麼好處 各位看一下 您看這邊 您剛剛在這裡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右邊有一個筆記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一題我不太會的 沒關係 不會我們學起來就好 筆記寫下去 有沒有 我們把正確答案 好 我就把它 放在裡面 確定 這樣有沒有筆記就在裡面了 下次你看到這一題就會了 好 第二題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題 一樣點上面 這一題 分歧就比較大一點 對不對 各位 為什麼這麼多人 認為老師有這麼大的心機 這些人 當然是錯的 我很單純 好嗎 再來 有些時候 有智慧的人 是佔比較少數的 好嗎 只有這些人答對 很抱歉不是寬度 你不要再往下捲 你不要再往下捲 你下捲就會看到 誰搭什麼 題目 答案是高度 為什麼呢 重點 我們來看一下 我相信各位都有看過比這個 還大的 有沒有 有對不對 其實呢 你如果到YouTube上去的話 你可以查一下 目前他最高的 最高的 其實是 8K 8K 那為什麼要特別介紹這個 是因為 我們 今天 OBS就要錄影嘛 或者你做影片剪輯也一樣 反正就是錄影 這才是我們要的 來你看我們這個地方 請問 有沒有 很大 對不對 那麼 我們從這邊來 320 這個240就是320乘240 大概就是BCD的品質 360就是640乘360 大約就是你平常比較常看到什麼 網頁裡面有砍入影片有沒有 然後呢這個就是720乘480 就是一般各位最熟悉的DVD DVD的品質 再上去有沒有發現上去都是HD 就所謂高畫質 這個是1280乘1080 那一般來講如果我們要錄教學影片的話 一般建議最少都要HD以上 因為現在大家螢幕都算比較大 所以你就不要再錄太小的 這個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1920 乘以1080 有沒有發現我們常常在電腦沒有這個解析度 對不對 再上去都一樣 這樣了解了嗎 先有個基本概念 這樣子的話呢 你在做影片的時候你就會比較清楚 你的 到底是 多大的影片 為什麼我們要用標準的 你說我不要用標準的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別人在看的時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過 如果你在看那個影片不是標準的 比如說是直式的 假設 你看到人家是直式的這個 錄影 請問旁邊會變什麼 是不是變黑色的 對不對 所以你是不是就沒有辦法滿版 了解嗎 所以如果你用標準的 他就會像我們現在看到一樣 你要做滿版的時候 他就是整個撐開 剛剛好 就會剛剛好 這個是 跟各位分享一下 你在做這個測驗 我們最重要就是要希望大家能夠了解一下 他 這個 平常裡面生活就會用到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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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